小占嗨,我是阿彻,我们又见面了,阿彻继续和大家说,关于喜欢小占,而发生的那些暖心有趣故事呀,阿彻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,喜欢那些暖暖的,更贴近生活的和小占有关的故事,写小占的人很多,可是,好像写关于小占粉丝小飞侠的人并不太多,那么在日常生活,喜欢小占的小飞侠们有怎样的故事? 欢迎和阿彻分享呀,还记得大年初一的时候,肖占因为在三个台都有表演,可把小飞侠老飞侠们给忙坏了,所以那次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日常故事,让阿彻忍不住想要和大家一一分享,其中有一个哥哥就告诉阿彻,他和妹妹的小故事,当妹妹因为喜欢肖占,而亲哥只能靠边站时,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? 原来生怕错过消息,所以,喜欢肖占的妹妹,把家里的电视,还有哥哥的手机都给征用了,哈哈,特别豪横的那种,还不许哥哥拒绝,可把我们这位哥哥给委屈的啊,人家肖占并不是你亲哥,我才是你的亲哥哥啊,可是在那个场景下,还能怎么办啊? 虽然很委屈,可是哥哥也是宠妹狂魔,还是选择支持他,老老实实,把手机给妹妹看肖占哥哥,奈何着肖占魅力太大,在舞台上真的很酷炫,让人看了特别激动,这不可爱的妹妹兴奋的叫起来,比自己中了大奖还开心一万倍,哎呀,这回哥哥可不是委屈,而是吃醋了,人啊,有时候一吃醋,不管年纪多大都会变得幼稚起来,这位哥哥也不例外,疯狂在妹妹面前刷存在感, 奈何都被嫌弃了,哥,让一下,别挡着我看肖占哥哥,哥,别闹,哥,你是不是故意的,阿彻上次说,一个小朋友也吃醋,不过人家就直接了道问妈妈是不是最爱他了,如果有的话,阿彻很欢迎你们分享温馨有趣日常呀,不得不说,肖占的魅力真的很大,喜欢他的人很多,跨越各个年龄段,几乎男女老少都有,有人以为肖占的男粉丝少,其实也挺多的呢,还有呀,因为侠姐多, 那虾姐夫也是超级多呀,话说,你身边有男小飞侠和虾姐夫吗,他们又是如何入坑的呢?